捷運站爆發了旅客衝突 下班尖峰時刻 男子在台北捷運站裡頭 擋住了電梯門 導致後方的民眾 全部都沒有辦法進出 這時候呢 有一名70歲的乘客 好心上前拍肩膀提醒 卻當場被他挥拳痛歐 而捷運站外 又三名女子聊天聊到忘我 擋住了通道 惹怒了後方的乘客 上前叼罵 差一點呢 就爆發了支持衝突 捷運站裡旅客拖著行李箱 剛走進電梯 裡頭男子突然暴走 動手推擠 接著竟然直接揮拳 旅客重摔在門上 趕緊跑出電梯和遠景求救 無緣無故挨打 到底哪裡惹到人 回到幾分鐘前 北捷南京附近站電梯門口 正值下班時間 帶著大包小包的旅客 卻不得其門而入 就是因為這名 背著藍包包的男子 堵住通行 好多人出聲說 麻煩往前一點 但他依然動也不動 這時被害人好心上前拍肩膀提醒 結果這一拍不得了 當場挨揍 台北捷運的電梯一步大約可以容納六人左右 黃心男子卻一人打算霸占檢台 七十歲的被害人上前勸阻 卻被揮拳毆打臉部重仗挫傷 他認為這個七群老翁要搶他的東西 所以才揮拳 類似糾紛不只發生在站內 有三名好姐妹聚集在出口聊天 引起後方近站男子不滿 上前理論差點爆發肢體衝突 捷徑統計今年目前貨爆的 兩百四十件糾紛案 其因是妨礙通行就佔了百分之八 畢竟北捷載客量大 擋路和被擋到的多點理性溝通 就能少點火爆場面 介紹好李明州台北採訪報導